主奔單位是一一頒獎表揚得獎的同學 其中最大獎是可以獲得台灣日本大阪五天四夜來回機票和住宿招待 獲獎多媒體學成大三學生十一名表示相當的開心 在參賽者的時候我的想法是 就是畫一個簡單的美少女 就是他雖然擁有超能力 但是卻天真無邪然後常常不經思考 然後搞砸事件的一個感覺 第二屆台日學生原創漫畫大賽全國大學巡迴頒獎典禮 三十四校來到台大學 主辦單位頒獎給台大學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成與大明高中獲獎的同學 我們的多媒還有包括大明高中 當然還有其他學校都有一些蠻不錯的表現 當然是我們學校的獲獎非常多 從這裡面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同學的作品非常多元 表示他們在學校的訓練都非常紮實 這邊是第二屆台日漫畫比賽 那已經進行到第二屆了 所以這次參加的人數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多了跟去年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次有漫畫組的比賽 終於可以讓真正喜歡創作漫畫的學生 也有一個可以發表的舞台 獲辦迎獎的大明高中 林一賢同學漫畫作品 普通超能力 思考了有超能力之後 究竟是平凡還是不平凡 最後提出說不定身邊平凡人就有超能力 我那時候想的是說 因為很多人都是畫那種 可能超級英雄拯救世界之類的話 但是我想說如果在平常的時候 你身邊的人都是超能力者的話 就是如果普通人是超能力者的話 會如何藏匿在就是人群之中 或者是跟大家都不一樣 那是不是就是超能力者這種感覺 大家大學特別邀請大明高中獲獎作品 與多美學成創作成果共同在校內圖書館來展出 讓更多人看見年輕人的創意 同時提供觀摩交流的平台 鼓勵學生持續創作自己的故事 待人新聞流行校採訪報導